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 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4年2月2日星期五 今天是农历腊育23 按中国的传统是农历小年 我在这里祝大家小年快乐 那么我今天的这个视频想跟大家讨论一个 有可能是一个中美关系历史转折性的一个事件 也许有这么伟大 也许就没有 现在我们看到拜登政府貌似在做一个努力 拜登想扮演一个历史上尼克松的一个角色 那么他的这个国安顾问沙利文 貌似想扮演一个基金格的角色 那么这个能不能成功 他们到底有没有这个诚意 我们还有待于观察 那么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就来详细的讨论一下 那么从哪说起 我看到今天外交部记者会上 纽约时报的记者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他说中美联手会否于今年春季或者接下来的数月内举行通话 王文斌说日前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 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会晤 双方同意两国元首保持经常性的联系 对双边关系进行战略引领 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落实好两国元首就金山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和愿景 推动中美关系克服障碍 排除干扰 稳定向前发展 关于你提到的具体问题我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 那么就是说纽约时报的记者就比较关心一个问题 中美两国的元首在接下来 2024年开春或者未来的几个月当中 会不会有首脑会晤或者是通话 那么汪文斌的这一段回应里面呢 就明显的对这个事情的表态呢就留了一个活口啊 他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啊 起码呢可以看出来 美国呢是有这个愿望的 那么同时呢 汪文斌的表态里面也看出来呢 美国还有希望呢和中国相向而行的这个愿望 或者说呢是中国对他们所提出来的这么一个邀请啊 如果你美国呢能展现出来和中国进行相向而行的这种诚意的话呢 那么就不排除两个元首啊 会进行进一步的接触啊 从而达成这个共识和愿景 那么同时呢 汪文斌啊在回应的开头还说了啊 就是王毅和沙利文啊举行了会晤啊 而事实上呢 近一段时间以来啊 王毅和沙利文呢 进行了一系列的会晤啊 这个呢不仅让人想起来了 想当年啊 就是美国总统尼克松啊 到中国这个破冰之旅啊 那么尼克松能到中国进行这个破冰访问啊 那么在那个之前 基辛格呢和中国啊 进行了一系列的接触啊 为尼克松的访华呢铺平了道路啊 那是一个中美关系历史上呢 非常关键性的一个事件啊 那么我刚才说了哈 现在拜登和这个沙利文呢 貌似啊 他们想扮演一个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这么一个角色啊 那么他们做了什么呢 最关键的就是呢 沙利文啊 在和王毅进行了一系列的沟通和接触之后呢 他回到美国做了一个啊 中美关系的很长的一个演讲啊 那么这个演讲呢貌似啊 拜登政府啊 想为中美关系定一个调 那么这个演讲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哈 中国的一个媒体啊 叫凤凰网啊 他们做了一个长篇的报道 那么当然了 我还看到呢 环球时报了 也做了一个报道啊 但是环球时报的报道呢 比凤凰网这个报道呢 要简短啊 基本上这个环球时报报道的内容啊 就包含在凤凰网的这个报道的中间啊 所以说呢 我现在想和大家分享呢 就是凤凰网的这个更全面的 更详细的这个报道啊 我们来看呢 这个报道是在昨天发布的 他的题目呢 就是沙利文 首次回顾与王毅三轮长谈啊 展望2024对华政策啊 你就可见呢 这件事有多么的重要啊 首先呢 是沙利文啊 他首次啊 历史上从来都没有的啊 第一次 他回顾了和王毅的三轮三次的长谈啊 不仅是三次 而且呢 每一次都是一个长谈啊 他头一次回顾了这件事情 同时呢 展望了2024年啊 中美关系的政策走向是什么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报道的全部内容啊 这篇报道说呢 王毅主任与沙利文啊 26号和27号在曼谷举行了又一次的低调长时间的战略对话 沙利文一回华盛顿就立即通过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平台对外释放信息啊 这是沙利文对中美关系的一次全面阐述和展望 白宫国外交关系啊 甚至在他讲话之前罕见的提醒媒体朋友们不要错过这次讲话 沙利文讲话一结束 白宫就立即对外发表了他的讲话原文 种种的迹象都显示出了拜登政府对于沙利文此次讲话的重视程度啊 那么小沙这次究竟释放了什么样的重要信息呢 他本人在开场白当中就预告说 我今天的目的不是试图公布新的中国战略 而是与你们分享在幕后我们如何在过去三年当中实现对华战略 以及我们对2024年的预期 在进入拜登政府之前啊 拜登政府呢负责对华战略的这个团队啊 就包括沙利文坎贝尔康达等人啊 他们呢都是退居智库 研究和重新审视美国的对华政策 而进入政府之后呢 他们就沉浸于最新情报等现实问题的分析 而这个对华战略团队呢 一致认为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意愿重塑国际秩序 又有经济外交 居士和技术实力来实现这一目标的国家 同时呢他们也笃定的相信 在中国看来东方正在崛起 西方正在衰落 关于沙利文的这次讲话 我看到美国的那些英文媒体啊 他们都在使用啊 东升西降啊这个用语啊 他们认为呢 拜登政府现在就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共识啊 然后凤凰网接着说哈 因此拜登政府上任以后啊 他们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强硬对华方式 但同时又认为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政策 太具对抗性 而不是竞争性 低估了盟友和伙伴的价值 但是拜登政府又不想回到特朗普政府之前那种 基于乐观的假设 也就是呢 优先考虑如何避免摩擦 而不是追求美国国家利益 因此呢 布林肯宣布了以投资 结盟竞争为核心的对华战略 而过去三年当中 无论是投资美国自身 还是加强同盟关系 沙利文自认为成果丰硕 并且还为与中国进行更有效的外交创造了条件 沙利文说 一个可持续的对华政策 就是要同时牢记多个事实 并反复调和他们 我们对于中国关系中的竞争结构动态有着清净的认识 但我们也敏锐的意识到 美国和中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 在解决跨国问题和减少冲突风险方面拥有共同的利益 美国意识到 几十年来塑造或者改变中国的努力 无论是明理还是暗理都没有成功 我们预计在可预见的未来 中国将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要参与者 这意味着即使我们竞争 也必须找到彼此共同生存的办法 沙利文认为 中美竞争不一定会导致冲突 对抗或者新盟战 美国可以一方面采取措施 推进与盟友和伙伴的利益和价值观 同时负责任的管理竞争 沙利文认为 这一点在2023年低开高走的中美关系中 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从2023年年初布林肯 因为无人飞艇事件取消方法 到中美高层交流一度中断 再到5月之后展开密集外交 最后促成了旧金山会晤 沙利文回顾了他与王毅的三次 在第三国的长时间的低调会谈 他说在每一轮的对话中 双方已经逐渐的达到了可以抛开讲话稿 真正进行战略对话的境界 2023年5月 两人在维也纳对话两天 试图恢复两国关系的一切常态 当时他们就高层接触的粗略路线达成功识 即在巴黎岛会晤的基础上 实现2023年晚些时候在旧金山的会晤 接下来的几个月 多为拜登内阁访华 这些密集外交的目的 并非是修补关系 而是为了解决当下棘手的问题 2023年9月 两人在马尔他再次会面 为旧金山会晤制定路线 接下来几周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孙默率两党代表团访华 中方高级官员也相继访美 这包括了2023年11月 沙利文和王毅在华盛顿第三次举行双边会谈 所有的这些会晤 都是为了旧金山会晤铺路 2024年1月 两人在曼谷会面 这次是为了推进旧金山会晤的三大成果 禁毒合作 两军交流 人工智能对话 当然沙利文也谈到了外交工作中 可能出现的不可预见的风险 包括南海 东海等摩擦 他指出最重大的风险将是台海危机 应对这个危机密集的外交至关重要 沙利文透露 在台湾地区选举结束以后 华盛顿北京等各方都在努力减少对各自意图的误解 这也是在选举后没有发生重大两岸事件的部分原因 不过未来的风险仍然存在 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来 就是台湾这次的大选之后 美国在之前的时候是非常害怕的 非常担心在大选之后会发生武统这件事情 可见在他们心里面 这次大选之后发生武统 他们认为可能性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发生 我认为美国并不了解中国政府 其实在我看来 台湾这个大选之后 这个结果并不会让中国大陆来展开军事行动 中国大陆怎么可能把这样重大的一个事情 由台湾民众的一个投票的结果来决定 这是不可能的 美国老叔希望和中国进行沟通 也减少误解和误判 看来美国对中国的误判的可能性 其实真的还是挺大的 那么最近大家有看到 我挺关注王志安到台湾去观摩 他们的选举而发生的这件事情 那么我看到王志安他到台湾去 他出席了两个节目 那么第一个节目播出之后 就引起来了一个轩然大波 那么后来第二个节目也播出了 我看到他上的第二个节目的那两个女主持人 他们在后来的时候 他们俩在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看到其中的一个女主持人就说 另外这个女主持人也是赞同的 他们就认为王志安对台湾太不了解了 确确实实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王志安他自信 他觉得好像他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出来的 然后他认为他对政治这些东西 好像就是8964的时候 他好像就参与其中了 他认为他在这方面还智商挺高的 挺有天赋的 应该这么说 他在政治方面很有悟性 实际上像王志安这样的 就是离开中国 在中国以外的 就是像西方的这种体制下的这种地区 生活的时间毕竟是太短太短了 还别说是他了 就像我这样 在加拿大这样的国家 我已经来到这里20多年的时间了 说实在的 我对他们的这个政治斗争 很多的时候也是看不透的 大家能看到呢 就是最近呢 我一直都在琢磨 为什么说民主党呢 和这个共和党之间 老是为这种非法移民的这个事 老是有这么大的一个冲突啊 为什么民主党呢 正喜欢让这些个非法移民啊 到美国来啊 我这段时间一直就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啊 也和美国的一些网友呢 在讨论这些问题啊 那么经过和美国的一些网友讨论啊 差不多每一个网友 他们给我的这个回应 跟我的讨论啊 都对我是有所启发的呀 就是经过和美国的网友进行讨论之后 再加上在网上看一些哈 一些大卫啊 一些专家的分析啊 我才发现啊 就是美国它这种两党斗争的 这种花花肠子哈 它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他们的花花肠子就特别特别的多 他们表面上赞同的事情哈 他不见得是他赞同的 而表面上反对的事情呢 不见得是他们反对的呀 比如说呢 美国的这个共和党哈 看起来好像他们是反对这个非法移民的 但是实际上呢 他们也在一定的程度上 他也是欢迎着非法移民的 这是为什么我们很多网友 可能会有一定的纠结哈 不明白 就是说美国的非法移民哈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哈 你不光是在民主党执政的时候 你看到他的非法移民会进来啊 你在共和党执政的时候呢 你也会看到非法移民进来啊 而这非法移民呢 他不仅是在民主党执政的州有啊 在共和党执政的州也是有的 这里面啊 有好多好多的问题啊 他们那些花花肠子就可多可多了啊 他们一天到晚了呢 就是这两党哈 为了争权夺利啊 为了争夺这个执政权啊 就是花样摆出啊 我刚才所说的哈 只有我们想不到的 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就是特别多 王志安这样的人 哪里看得明白 他们的这手活呀 对不对 王志安这样的人哈 在西方的这种啊 政党斗争的漩涡当中啊 他就是小白 就是傻子 你知道吗 王志安他肯定是他觉得他自己啊 就是啊 很聪明 实际上呢 他比我都要傻很多啊 我都不能说呢 对他们这手活已经看得很明白 不是的 但是王志安比我还要差很多 傻的不得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那个凤凰网啊 是怎么说的啊 凤凰网说哈 那么2024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啊 拜登政府将如何推动中美关系呢 沙利文给出了他的预期啊 那么沙利文的预期是什么呢 说就像过去三年一样啊 美国将继续在人权等分体 问题上采取行动 并且对中俄关系保持警惕啊 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应对 然后呢 与盟友和伙伴密切合作啊 确保南海东海台海的和平稳定 继续与中国密切的互动 在利益一致的领域展开合作 拜登政府称啊 不打算重建过去双边关系当中 过时的结构和机制 绝不为了对话而对话 但是沙利文又承认 一定的工作层面磋商是具有价值的 比如禁毒合作 未来美方将继续推进合作 深化危机沟通机制 减少冲突风险 美国也准备好在气候 卫生安全 宏观经济稳定 人工智能等带来风险的领域 进行协调 从鸿海到朝鲜半岛 美国也期待着与中国进行讨论啊 你看美国想的多好啊 就他说的啊 比如说这个禁毒合作啊 就这个是最明显最明显的了 这个明显在哪里啊 就是说你和中国来实行禁毒合作啊 你国内这个毒品贩来 你和中国进行合作啊 你这不是骗鬼呢嘛 对不对 他说什么呢 为什么说要和遥远的中国 进行这个禁毒合作呢 他就说啊 那些毒品的那个原材料啊 什么芬太尼啊 什么什么 以及他的前期的原材料啊 说是来自于中国啊 说中国呢 应该管制好那些原材料啊 向美国的这个出口 甚至呢是向这个墨西哥的出口啊 从而呢才能有效的控制啊 这些毒品进入这个美国啊 你不是胡说吗 你美国的毒品泛滥啊 是因为这些原材料太多了吗 咱们暂且啊 不说你这个是错的啊 咱们就说你这个是对的啊 就是因为这些原材料太多了啊 你想想看啊 你这些原材料来自于中国啊 就是说这些原材料势必造成毒品的泛滥 这一点哈 就算他是成立的啊 那么你是中国出口到墨西哥 或者你美国的原材料多 还是中国做一个原产地的 这个产地国哈 这些原材料更多 对不对 很显然的 他原产地肯定是这些原材料更多呀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说中国就没有毒品问题 你美国就毒品就泛滥了 满街都是那种 跟僵尸似的那种瘾君子呢 啊 这是为什么呢 不就是因为你自己啊 你毒品你都合法化了呀 你是如何来管制你自己的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显然的问题呀 你管的不利 这才是根源 那这个根源 美国还能看不到吗 美国绝不会看不到啊 那么他为什么 要来和中国进行合作呢 他那些弯弯绕 可就多了去了 对不对 总之一句话就是呢 他不是真心的想禁毒的 他根本就不想禁毒啊 就和这个非法移民一样啊 他根本就不想禁止这个非法移民 他就想让非法移民进去啊 这里面当然 他这个共和党和民主党各自有自己的弯弯绕了 对不对 然后你美国啊 你玩这些弯弯绕啊 你现在遇到了中国的这个对手啊 中国难道说看不清楚你美国的这些弯弯绕 这些花花肠子吗 中国看的是清清楚楚啊 但是呢 现在啊 美国在他各方面都是一个霸权地位的一个前提下 中国呢是杜绝不了这个美国这么做的 但是呢 美国他这么做能起到他想起的一个作用吗 他想打压中国 让中国的经济呢 崩溃掉 中国的经济崩溃了吗 中国经济也没有崩溃啊 然后他通过加关税啊 然后禁止投资啊 乱七八糟的这些啊 然后呢 就想呢 把中国啊 排除在所有的产业链外面 但是你能够排除中国吗 真的是啊 你东边的漏洞堵上 西边的漏洞就出来了呀 是不是呢 然后你打击中国的这个芯片啊 那么在半导体行业 中国被打压下去了吗 并没有啊 中国只能是越来越发达 越来越强 对不对 只能是这样的 最近大家有没有听说的一个哈 已经呢 是被中国的网民呢 看成一个笑话了啊 就是中国生产的那些个三崩子 大家知道什么是三崩子吗 三崩子呢 就是他以前烧柴油的时候啊 因为呢 他那个发动机烧柴油啊 他就嘣嘣嘣嘣嘣嘣 就那个发出的声音啊 因此呢 人们就管他叫三崩子啊 前面呢 就跟摩托车上就两个靶子啊 前面一个轮 后面两个轮啊 因为是三个轮 所以那就有了三这个关键词啊 因为他蹦蹦蹦那个响 所以叫三崩子啊 这种三轮车啦 说白了就是三轮车啊 现在呢 因为都是电动了 其实呢 他也不蹦蹦响了啊 但是呢 大家还是习惯于用三崩子 称呼这个三轮车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啊 说美国啊 有一个小镇啊 进口了一批中国的这个三轮车 那么这个三轮车呢 他上面啊 有一个系统 当他倒车的时候呢 他那系统说啊 倒车请注意 倒车请注意啊 那么这个三崩子出口到美国的小镇的时候呢 也不知道为什么倒车请注意这个啊 他也没有给他删了啊 因为到了美国 美国也听不懂啊 不过呢 中国好像出口了好多东西啊 就原来什么样 还是什么样啊 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视频啊 是在这个欧洲吧 在欧洲一个公园里面啊 是小孩玩的那个游乐园的那个东西啊 那里面呢 还有那个儿歌哈 啊 说什么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 爷爷的爸爸叫什么哈 那个儿歌 还在那里头 那老外很显然 他都不知道这个中文的儿歌是什么意思 但是呢 小孩在那玩的时候呢 那个玩具里面仍然是在放这个儿歌啊 就是三崩子说 倒车请注意 倒车请注意啊 这个三崩子卖到美国的小镇啊 他们在开这个三崩子的时候 他倒车的时候 那里面就说 倒车请注意啊 然后老外也不知道啥意思啊 那么不知道是谁呢 就觉得这个挺cute的 挺好玩的啊 就把这段录音啊 就放到网上 结果就火了 老外也不知道是因为这句话就是 特别的好玩还是怎么样 老外说是那个小镇上人全都会会说这句话 说倒车请注意啊 特别好玩啊 就说你美国好像杜绝中国的产品啊 真是非常难以做到的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啊 风亡网说啊 最后沙利文就总结到哈 这一切啊 都将不容易啊 他认识到这些不容易啊 紧张关系总会出现啊 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 有一件事可以确定啊 总是会有意外发生啊 那么这篇文章说 无论如何 2024年呢 美国进入了这个大选年啊 中美之间的互动呢 并没有因此受到太大的干扰啊 高层交流仍然是稳步推进啊 沙利文就透露啊 很快两国元首将再一次的通话了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哈 有的时候呢 美国哈 说某一个狠话的时候啊 我们老百姓一听啊 就觉得 哎呀 就觉得美国好坏啊 美国太可怕了 美国推行这个哈 中国好像要被他搞死了 但是呢 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呢 其实是很坦然的啊 并没有变得慌乱啊 并没有失去分寸啊 就连就是害怕也没有表现出来 一点都没有啊 我们有时候听到一些专家啊 甚至外交部就说了 说美国啊 这个是为了大选啊 或者是呢 说美国的这个国防部啊 就是为了要经费啊 美国的这个CIA 也就是为了要经费啊 我经常是看到 中国政府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啊 就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高层在接触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了什么布林肯呀 或者沙利文呢 甚至拜登啊 什么他所有的这些官员啊 在和中国的官员接触的时候呢 他没有那么嚣张 他老老实实的 知道吗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